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了三分头的李俊国曾经是志愿役 事关当了三年半 已经退伍六年 有过七天教招 因为孩子才一岁多 他的妻子即将临盆 原本可以申请免招 但两人沟通后 太太全力支持先生 加入号称史上罪应教招 我们也有可能会打仗这件事情 那我们只是把自己该做的本分跟一些 该做一些训练 把它做好而已 其实很担心他们 就是让他陪同来 然后让我儿子来看看说 爸爸要去当兵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以后也是会遇到 即使不舍太太 二宝爸 依然响应十四天教招 强调只是做好本分 获得不少人加油打气 更有人感谢他 为保卫家园尽一份心力 新智手提教招员入营第三天 武器检测 熟悉操作 随时进入战备状态 一连串操课后 独家直击 中午十二点 让机场开放时刻 大家各自拿回手机 忙着向家人报平安 下午更进行战伤急救教学 模拟如何帮战时伤患及时止血 史上最硬教招 第四天开始将加强操克力道 进行实弹射击战斗教练 也让所有招员绷尽神经 三连线黄大风尘海中 桃圆报道